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被迫使用绝火,全程高能逼风炸贝您 花式怼人,气风扬笛,网友,简直就是绝 周深给我的印象都是一名与众不同的歌手 不仅唱歌如天籁,私下性格已十分幽默 如果你看过他的采访,你就会发现周深简直就是一个快乐源泉 采访时不仅能抛梗接梗,就连防杠技能也是满分 经常是还没搂清他说的话,就听见那句对不起了,求生欲十分的强 为此还有网友表示,如果周深做杠金的话,网络上的喷子都会失业 不过别看周深求生欲如此之强,他还是管不住他那张小嘴啊 虽然一直觉得自己应该谨言慎行,但每次都做到了无效控制 永远都是嘴巴在前面说,脑子在后面追 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何炯问他做歌手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 然后周深就讲了自己和那英之间的小误会 因为在参加好声音之前,他是不戴隐形眼镜的 所以平常走路也看不清旁边的人 以至于在走廊上碰见导师那英时,他都没有上前搭话 为此那英还很疑惑地去问周深,为什么在走廊上遇见却不理他 本来这件事就是一个小误会,可谁知周深却开始了模仿秀 全那英说话的语气引来了众多嘉宾的目光 发觉不对之后立马改口,反应速度非常之快 随后在萨奔宁说到有些领导的批评方式很难让人接受时 周深也是不断接话,一句阴阳怪气让人听着很有故事 可在被问他有没有碰到故事,周深却选择避卖了 周深欲十分的强,毕竟是领导还是不要得罪了 除此之外,这样的场景在《青春环球记》中也经常出现 当时为了推选出谁最爱怼人的代表 杨迪便配合贾玲江苏颖演了一场戏 通过对演员的吐槽进行评选 闻到周深的时候,可谓是十分真诚 别人吐槽完都是哈哈一笑 而周深吐槽完杨迪后,整场都安静了 评价内容实在是太过走心,气得杨迪只想打人 之后在被问到谁脑洞最大的时候 周深也是神捕刀 当时杨迪看到成员们出去了 随口说了一句,如果正S在,应该正S出 谁知话音刚落,周深就接上了一句 脑洞怪,直接笑分观众 为此,杨迪还向导演指控,问他有没有捕捉到细节 看来又是要得罪人了啊 不过比起这些周深得罪最多的应该非腾格尔莫属了 别看两人曲风相差甚远 可挡不住周深模仿能力强啊 有一次甚至还因此登上热搜 视频中的他可谓是偶像包袱碎一地 搞贵模样,引人爆笑 确实是模仿到了精髓 模仿得非常像比腾格尔还腾格尔 但对于这件事情周深的内心还是很慌张的 毕竟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隔空模仿过好多次了 实在是怕收到腾格尔老师的律师函 不过有趣的是,在一场晚会上两人却梦幻同台了 其中腾格尔还唱了周深的大鱼 听着也是一种别样的滋味 不过这么小心翼翼让人看着还是很心疼的 因为娱乐圈就是这样,稍不住一句话就能毁了你 所以导致后期的周深直接被逼疯了 采访时回答完问题就开始了防杆回复 有时候甚至还双层防杆 简直做到了滴水不漏 是的,你没有听错 因为周深的暴梗体制 眼前的合伙人进孟家都要被逼疯了 作为一位合格的主持人 本来是要担任抛梗的任务 可遇见周深却开始了被迫接梗的长路 而且每次还要有所反应 搞了小姐姐时常怀自己的业务能力 为了跟上周深抛梗的步伐 金梗家还特意去研究了周深所有的综艺节目 想要从中找一找他暴梗的套路 可最后得出的结果却是四个字没有套路 真的就只是想说什么说什么 只想说为了跟上周深的脑回路 金梗家可以说是经历了一番磨练 为此还有不少粉丝在评论区下安慰 说没事,梗家 基本上没什么主持人能PK过深深 一般还会在主持的过程中被主持 这句话可以说相当形象了 要知道当年周深可是亲口承认自己性格内向的 怎么也料不到会变成如今这样 用粉丝的话来说就是 仔仔话多且密且耿多 而且还有一件事 就是平日区中我们经常见到的那句 你礼貌吗 其实就来于周深在歌手中的一句话 当时耿子和琪琪杰克俊逸 下台后第一时间却奔向了原亚围 见人家第一面就直接要了微信 这种直男搭讪的方式把在场的几位都惊呆了 其中周深更是气得说出了又凶狠又温柔的话语 你礼貌吗 看看被你琪琪的歌手 之后这段话也被节目组加了特效 开播后便被网友们沿用成了耿 通常用来表示对某事的愤怒 只想说深深子不会是暴耿小达人啊 除此之外 在其他各类综艺中 他也都展现了耿王的气质 把萨贝宁给治得死死的 比如在明星大侦探的演唱会上 他作为歌手被萨贝宁和何炯两大公司哄抢 本来萨贝宁还十分的有底气 觉得周深戴蓝耳麦戴蓝话筒 是在暗示要选自己 因为萨贝宁手里拿的就是蓝毛巾 可谁知最后周深却选了何炯 为此小萨还十分的不解 质问周深为什么要拿蓝话筒 就是让你看到但是得不到 这句话还是很有打击性的 有种我就是故意的就是王的感觉 气得小萨都要霸露了 直言录个节目至于吗 还让我看到得不到 此时此刻估计只有一手凉凉 能表达萨贝宁的心声了 只能说还是我生太皮了 之后在青春环游记里 周深和杨迪的双胞胎组合 也是深入人心 两人不仅在猜歌环节能力突出 在节目效果上也把控得很好 总是能给观众带来很多的欢乐 比如在玩游戏时 杨迪猜到了李文的歌 并开始向周深炫耀 跳起了滴答滴 谁知我们生生子 重现十大歌手车祸现场 和杨迪玩起了梗 杨迪调侃的还真没错 作为一名歌手 周深这十大车祸场面可没少看 不过能在周深抛梗时迅速接梗 杨迪还真是不简单 想想上面的金梦家小姐姐 不禁让人感叹 他俩不会是双胞胎组合 心有灵犀一点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持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持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